各位弟兄姊妹 早晨 今天很高兴能够在神的话语中 和大家思想一个很重要的题目 就是人生的轻衰 一个人的成功和失败 或者他的兴起和衰败 究竟会带给我们有什么感想和体会呢? 或者反问一下你个人来说 你人生最高的点在哪里呢? 或者你人生最低的那一处是什么时间呢? 你当时有怎样去度过呢? 在今天的经文里面 《以诗帖记》第六章和第七章 告诉我们有两个人 他们是经历过人生的轻衰 在短短的一日之内 就是由轻到碎 由一个差不多到必死的边缘 是可以反败为圣 这两个人呢? 他们的生命呢? 可以说都是两个交织在一起的 一个起就一个落 一个落就一个起 我不知道大家在读这段的经文 或者是今天之前读的时候 你觉不觉得这个故事 是满有戏剧化的 以及原念的转折 真的比起今天一个畅销的小说 是不下的 但是这个不是小说 这是真实的事件 在圣经里面记载到 也是在神的子民 他们有这样的经历 那么我们今天去看看 第一个人就是叫做 抹底该他的轻衰 我们跟着呢 看完他就看这个哈曼他的轻衰 那么看完这两个人 他们那个的经历 我们就去问一问个问题 就是在他们的经历里面 他们怎样会经历到由轻变衰 一个可以反败为胜呢 那接着第四 我们也去思想一下 究竟我们人生里面 你和我的生活里面 有时会经过又起又落 又低点又高点 那么你对于你的人生的起落 那个高低成败有什么看法呢 带给你有什么意义呢 我们今天就是以这样的方向来思想 好了 第一个人物就是抹底该 他是一日之前 他已经被哈曼计划 是用这个木架来把他吊死的 哈曼真是想他恨之入骨 他上一日 刚刚和这个王和王后饮宴之后 他回到家 他和太太和他的朋友说 他说这个人抹底该 真是令到我是很生气 我是不会等到十二月 要去杀陆犹太人的时候去杀他 我明天就想他死 那他真是可以说 他死亡和他相隔一线之间 但在二十四小时内 他就会被人吊死 我相信他仍然是处在他的哀哭 以及在神的面前来禁食的状况 他不单是为自己的生命来哀哭 圣经记载到当日他也是为到 他要满变波斯王朝的每一个神的子民 他们都会同一样 经历过死的命运 所以他们是禁食祈祷 去仰望神 我不知道他们禁食祈祷 是用什么方式 其实在圣经里面 诗篇有一本是满有着很多属灵上的诗词 记载到有些是诗歌可以来到去赞美 来到去敬拜神的 当中里面也有些是可以向神来去哭一 甚至去求告神来去念我们的经文 给一个例子来说 我相信他们犹太人也会用到很多诗篇的经文 譬如来说诗篇140篇 这是大卫的诗篇 当日旧约的时代 不单是大卫自己以这个经文向神祈求 神的子民也是藉着诗篇的插录 以这个诗来成为他们自己的代表 诗篇140篇怎么说呢 耶和华求你拯救我脱离凶恶的人 保护我脱离强暴的人 这一节的圣经我相信 真的可以仍然在这个 末底该的土门上面 如第六节 他说的 我对耶和华说 你是我的神 耶和华求你留心听我恳求的声音 我相信他在哀哭禁食祈祷的时候 可能都会引用如此这些经文 耶和华你是我的神 求你留心听我恳求的声音 求你拯救我脱离要我死的人的手 当如果你遇见有患患的时候 你又如何向神祈求呢 或者你有哀哭的时候 你会不会借用到圣经 好像诗篇这些经文 来表达你对神的心声呢 不单是以色列人在旧约的时代 我们看到当日耶稣基督 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承担罪而死的时候 他也是引用诗篇来向天父的祈求 好像来说在诗篇二十二篇 神啊 我的神啊 为什么离弃我 为什么远离不救我 这是诗篇二十二篇第一节的 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 当他在生命差不多到最后的一刻 他仍然是以诗篇来到去引伸他自己向神的祈求 那我们今天不知道这个末底该 他怎么样祈求的时候 神有没有去听他的祈祷呢 神又怎么样来伸手来去搭救他呢 我们看到经文第六章开始的时候 在以诗帖记没有说到神怎么出手 整本的以诗帖记是没有说到神 或者是上帝或者耶和华 怎么样在当中里面去施行他的工作 但是很多的子女行间和所发生的事情 我们可以看到是在神的手的控制下的 你看当日第六章第一节 就是说到王是睡不到觉 睡就睡就睡不到觉 他又怎么样呢 他就吩咐人拿些东西来给他读 让他听 那他是很奇怪 如果一个王睡不到觉 他会找些什么来做呢 他为什么要去找一些在历史上面记载了他那个王朝 他那个时代里面所发生的事情呢 那你为什么不选择别样呢 好奇怪哦 你睡不到觉的时候 你会不会找些书来看看呢 那这个王他刚好呢 就遇上第二节 遇上书上写着说 王的太监中有两个守门的 来想下手杀他 但是这件事情呢 就被末底该来到去知道 就将他们告发 以至呢 那个王是没有被这两个守卫来到去加害的 所以呢 我们看到 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件的事情 就引发了一连串的事情 也都是带及这个末底该从怎样衰败 是死亡的边缘里面可以走出来 反过来是被王来到去欣赏 甚至去奖赏他 那所以这个王听到 在这个记载里面 末底该当日怎样去告发 这两个要害他的命的守卫 所以这个王就问他说 那当日 有没有赐给他什么的奖赏啊 有没有给他有尊荣的着卫啊 事后的王的神博就回答说 没有啊 没有赐给他什么的 那我们见到那个王呢 他就是想来到去赐给他 有些奖赏的 那就问 那 那现在在外面 哪个在外面呢 那刚巧哈曼进入皇宫的外转 他就是想开口叫王 是给他有权 是把这个没底该交给他的 给他处置的 因为他就是想他 在木头上面挂上 来杀死他的 但刚巧呢 现在他没开口之前呢 那这个神博就说 啊 刚巧哈曼进入了 那样 那个王就叫他进来 那样 那王就问他 他说 如果我想去掌守一个我喜悦的人 要怎样待他呢 那哈曼心里面 他就觉得 因为在王的心目中 除了他 还有谁更加尊贵呢 因为在第三章里面 第三章里面 已经讲到当日 那个王是很弃重哈曼 将他提升到其他的神宰之上 他的着位是比任何人高的 所以他的心目 王肯定是想在众人的面前去报仗我 那我就这样回答 他说 王所喜悦的人呢 应该呢 就要如此这样 那怎么样呢 就要穿起王 穿上潮伏 那个的潮伏 带起王军 坐在一个御马 来到 还有呢 要交给一个极尊贵的大臣 来引领他出来 在众人的面前 游戒示众 还有呢 告诉人知道 王所喜悦的人 就是这个了 就是如此的对待他 那这个王就 这个哈曼说 好 我便建议 你便速速 第十节 你速速将这个王铺 和御马 照你所说的 带去给 谁呢 不是他自己坐 不是给哈曼坐 是带去给犹太人 没底该去坐 凡是你所说的 一样都不好笑 我相信对于哈曼来说 这个吩咐真是晴天霹靂 他慢慢都想不到 他来到 就是想要 活底该的命 但现在反过来 他现在要 将最荣耀的 带给 活底该 所以 第十一节 于是 哈曼就摆黄铺 吸活底该 穿上 令他骑着鱼马 走遍城里的广场 在他面前宣告 王所喜爱要赐尊名的人 就是这样待他 你觉不觉真是 有时真是 生命所发生的事情 真是令你想象不到 对于哈曼来说 真是有很大的讽刺 他一心要谋害的人 现在要反过来 在他的面前 为他开路 他就是坐马 而哈曼就是要走路 在他的面前宣告 这个就是神所喜悦的 这个就是神 要赐给他尊名的人 不是他自己 而是马上 坐在那里 是他想死的 末底该 这个犹太人 我相信这个 真是他发梦都发 想不到在一日之内 有这么大的改变 末底该 从死亡的边缘里面 来升到王 最想赐给他尊名的人 这个真是万万都想不到 好了 事情发生了之后 末底该仍然回到朝门 做回他的官职 他是一个下官 现在哈曼呢 就自己悠悠闷闷的 就回家 他回家的时候 当然将他所遭遇的 来和他的妻子 和他的朋友 这一班 给他插谋的朋友来说 听之下 他的朋友和他的太太都说 你看你现在的情势 是逆转 你现在 是再不能够可以落手 来害末底该 甚至 你可能 在他的面前 去败落 当他这番说话未说完 原来 有人已经在门口 等着叫哈曼去皇宫 去参加皇后所预备的宴席 好了 在哈曼 那是否还有什么 他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呢 那是真的的 从另一篇的图片 我们看到 在皇的侍臣 来催促他去参加这个宴席 在这个宴席的当中里面 他当日 24小时之前 还在人的面前说 在众人的当中 那么多的神墓里面 只有我 哈曼 才能够有这样的尊荣 有这样的机会 和皇和和寇一起来供宴 他现在可能想到 我都完全未失势 但是 他吃完饭之后 王和皇后 他们聊天的时候 这番的对话 我相信 他真的慢慢都想不到 当日 王就问这个意思帖 他说 你要我来参加这个宴席 会告诉我 其实你心里面 想要些什么呢 就告诉我 甚至我的国一半 我都给你 那当然事实上 我相信他不会的 但这句话 也表达 这个皇是怎样的 是 石 和弃重以施切 所以就会说这些 这样的说话 那皇后 就回答过 他说 我若在皇面前蒙恩 皇若以为美 我所愿的 就是求你将我的命赐给我 他说 我所求的 就是求皇将我的本族 他们的命都去赐给我 不单是为他自己的命 来求情 为他的本族 犹太人 神的子民 来求情 第四节 是说到 因为我和我的本族 如果是被人卖 因为要被人链除 杀禄 灭绝 他说 如果我们真的被卖为龙匹 做博人 我都可以不出声 但现在要把我们全部杀光 对于皇来说 这是很大的损失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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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 万万 敌人 是万万不能够可以保证 这个 这么多的人命的损失 这个 这个王 突然之间 好像真的醒了 他以前 对这个 哈曼的说话 真是言听低从 但现在 可以说 好像梦中来做挑醒 原来 是吗 原来 我自己的 皇宫里面 那个皇后的 性命 我自己的家人 我都保不了 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呢 所以 他在第五节 就很生气 就问 他说 谁敢 擅作主张 可以将这些 这样的计谋 来 去加害 在犹太人 和在皇后的身上呢 我相信 听到这里的时候 哈曼 就是 手振 心经 我听了以斯帖 说这句话的时候 他就知道死定了 以斯帖就说 我们的仇人 我们的敌人 就是这个眼前的恶人 哈曼 哈曼听到的时候 怕得 真是 手疼僵真 真是不知如何去回应 那皇呢 他听到 原来在眼前 他所弃重的神 哈曼 是这么斗胆 在我后面 做了这么多诡计 现在 要害我的皇族 他有什么 还不会做呢 所以他很远 就离开了这个酒席 去玉花园走 可能去斯帖戏 走开了的时候 哈曼 就跪在那儿 求这个皇后 而先贴旗 救他一命 但当他回来 当这个皇 从这个玉花园回来的时候 就见到哈曼在以斯帖所靠的塔前 来到求命的时候 这个皇呢 就是龙虎中少 就是误会了他想侮辱这个皇后 所以他就大喊一声 第八节 你敢在宫内听我的面前凌辱皇后吗 这话一出 人就蒙了哈曼的面 事后皇的一个太监 和这个皇说 皇啊 你知不知道哈曼 还有一些东西你不知道的 他在家里 已经做了一个五丈高的木架 要去加害有功 是救你命的抹底改 现在还在家里 我听到的时候 我相信他已经知道 这个哈曼 真是坏事做尽 不能够留他在人世上 所以第十节 就是说 好了 现在这个木架 你要害人 你要杀这个对我有功的抹底改 你现在就在上面被挂死了 第十节 于是 于是 叫人 将哈曼 挂在 他为 末底该所预备的木架上 王 一奋怒 这才 止息 这个就是哈曼 从他高处跌到最低 甚至是丧命的经过 对于哈曼的结果来说 当日他是木空一切 二十四小时之前 他还是得到人 在他的面前要跪拜 当他见到这个末底该 在他的面前 不肯跪拜 他当日 刚刚从这个皇后 和皇那个的 延迟出来的时候 这个末底该 总不知死 所以他已经很想他死 但是现在所死的 不是末底该 是他自己 这件事情的发展 真的慢慢都猜不到 对吧 对于这两个人物 他的轻衰 他的经过 带给我们有什么体会呢 首先 看看这两个人 他们的转折 和他们的经历里面 我们会看看 一个人的兴旺 或者是衰败 是否因为他做错了这个决定呢 有些人是这样说的 我当日里面 如果不是行差答错 如果我不是做错了这个 这么重要的决定呢 我就不会有完全的败坏了 俗语都在说 一知错 满盘皆落索 我做错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 所以呢 我现在呢 就从高跌到来这么低 或者 我预计一个是我的死敌 一个的仇人 他咬着我不放 好像现在这个哈曼 可能他自己就说 当日如果我不是说 要是 是 针对这个墨底该呢 那这个墨底该可能 就不会呢 是令到我今天 会身败并名列 甚至是死 如果这个墨底该 他没有他的 亲戚 是做皇后的时候 我也不会说 被这件事情揭露 或者这个亲戚 这个皇后 如果他不敢 出声的时候 我就今天 在皇的面前 都可以有保命 或者会讲一下 会不会有那个皇呢 或者是命运的安排呢 很多人会是这样想 或者是这样看这件事情 你又怎样看呢 你看到 其实 在当中所发生的事情 其实 虽然没有说到神 但我相信 是神的无形的手 在后面 来到去操纵一切的 但我们想一想 当日 一个皇后 未开口求情之前 未将这件事情 来到去告法的时候 其实神的手 已经是开始做着 有什么事情 怎么看呢 看第六章 当日 是不是真的 这么巧 那个皇 在 末底该 未死之前 二十四小时 就睡不着呢 这么巧 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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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 我们今天睡不着觉 可能看电视 可能出去吃点东西 喝杯茶 喝杯奶 或者听音乐 但是为什么样样不选 要选到去读 当日 他的皇朝所记载的历史呢 就算是读历史 王朝这么多的事件 一年发生这么多的事 为什么这么巧 又听得到 读到这一部分 就是有关到末底该 怎么去救他一命这件事呢 如果不读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那个王也没有想到去掌赏末底该 就算听到这件事情 他想掌赏末底该 但是如果他当初里面 他也是忘记了 他可能都会 听完之后睡着了一觉 到第二天没有了事 也可能会 但是没有 他立刻想去掌赏末底该 那个事情的发生 你觉得很奇妙呢? 就算这件事情 他睡不觉 以及这件事件 是迟些发生的时候 迟24小时 这件事 是迟迟24小时 是迟24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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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听到这帮子民 向他的哀求 听到末底该 这个和寇以诗帖 以及在波斯王朝神的子民 向他的祈祈祷禁食 现在神是直接来去参与 来去介入 把事情完全扭转 当日在这个王生命里面 所发生的事情 真是体验到圣经这句话 就是在《针言》 《针言》的21章1至3节 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 将河水 他 即是神 能使他 这个是王 即是随意流转 大家明白这个意思 即是那个人 就算是王也好 神也可以令到他有回心转移 随着神的意思 来像水一样去捉 我相信 今天 这个经文里面 所带给我们 有很大的值得去思想的事情 一个人的兴旺 或者兴起 或者衰败 其实是为了什么呢 有什么目的呢 在这里所发生的事情 例如说 活底该 死女同生 也得到王的纪念 以致把他提升 在众人的面前 来将荣耀加给他 那为了些什么呢 是否为了一个个人的 给他一个经历呢 给他可以来报仇呢 我相信 我相信 有些人可能是这样看 但是 我相信 如果你看看这个经文 和所发生的事情 你会看到 其实 因为神要搭救他的子民 所以是要借住 这个 末底该 他的死女最逃生 也是借住 这个 以斯妾 他已经是在皇宫里面 早日已经有安排 没有这件事发生的时候 这个犹太的女子 已经是被选入宫 做了皇后 但是呢 他虽然做了皇后 也有三个月 是没有被皇召见的了 所以当日 就算以人的角度 用人的方法 要以斯妾向这个皇求情的时候 可能也是没有机会的 是吧 他就算要求情的时候 如果是慢过 迟过哈曼 向这个皇 来到去 拿这个活底歌的命的时候 如果他迟几日呢 或者迟一日呢 事情是完全不同的 但是这边的事情发展是这样的 其实 就是因为神要答救他的子民 所以无论是活底该也好 以斯帖也好 他们都是在神的手中 是一个器皿 要成全神要所做的事情 就是答救他的子民 对于你自己人生的喜乐 有什么看法呢 哪个让你有今天这个位置呢 或者你今天处身在这个舒适的位置里面 是为了什么呢 为了你个人的经历 或者是为了神的计划 或者是为了神的子民 我相信有时 我们身上所发生的事情 都值得我们去思想一下 在这件的经文里面 被我们体验到 其实 神容许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 不单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功课 要我们学习如何的谦卑倚靠他 甚至就算我们的生命 如果是受到摧残的时候 但是要成全神的旨意 神得到荣耀 我们愿意吗 所以我们希望完结的时候 来看看这三句圣经的经文 要给我们有很大的提醒 第一就是真言第十六章第十八节 驕傲在败坏以先 耐心高傲在跌倒之前 这句说话 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提醒 就是我们人千万不要自己 是这么高傲 以为是凭我们自己的一己的能力 去达到我们今天这个处境 正如像哈曼 他以为他是高高在上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以为人的生命 比如这个末底该 或者其他的以色列人 他们的生命 他们的存在 是完全都是在哈曼 他的手掌之中 一句说话 就可以叫他们全部死 他甚至是 甚至是 是 可以说 是 蒙骗了这个王 拿了这个权 来到去杀 末底该也好 末底该也好 宰杀神的子民 但是 当神要出手的时候 他从高高在上 就跌到最低最低 甚至连生命都要赔上 所以 末底这句说话 真的很好 提醒我们 我们今天 无论是怎样 有很好的成就 有很好的事业 很好的家庭 很好的生活 我们千万千万设计 不要 是骄傲 或者是以为 我们自己 是可以控制一切 骄傲在败坏之先 会带来给我们 是完全失败的 在新约里面 彼得填书也有这样提醒我们 他说 所以 我们要谦卑 服在神大能的手里面 这样到了适当的时候 神 必是利门升高 所以 我们今天的成败 我们今天的尊荣 或者是灵欲 其实 我们愿意放在神的面前的时候 要被神成全决的旨意的时候 是适当的时候 神就叫我们可以从低处 可以升高耶稣基督 当日里面也有这样的说话 是在乔教导的 第三段的经文 也提醒我们 神在我们身上成就的 不是为我们自己个人的利益 而是为祂的旨意 和神的子民 为别人的利益 所以《肥立比书》 第二章 第三节 至第五节 《宝罗》这一番说话 其实也是提醒我们信徒 他说我们要如何 用一个心智 来看人生呢? 我们要如何 有什么榜样 来过我们在神面前的生活呢? 所以第五节 《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 那基督的心为心是怎样的心呢? 当然在第六节 至第十一节 《肥立比书》的第二章 已经讲到耶稣基督 怎样的反倒虚己 《他主见这个老牧的形象》 《成为人的样式》 《全心的卑微信服》 《亦死在十字架上》 这个人 有最出的损失是莫加于他的死亡 但是! 《第九节》 《神叫他升高,赐给他超乎万名之上的名》 保罗就是用这句话说 我们都要像耶稣基督那样 甚至将自己放在很卑微的地位里面 去信服神的旨意 以致去承传神的说话 神的计划 这一个心 所以其实就是回应第三和第十节 所以我们今天做事不要自私自利 不要只看到自己的利益 贪图虚荣 只要全心谦卑 各人看别人比自己强 就是看重其他人 不要只看重自己 所以第四节 各人不要单单照顾自己的事 也要照顾别人的事 当日 活底该能够反败为圣 从死亡的边缘里面被提升 就是因为他不是单单顾到他自己的事 他就是顾及到其他神的子民 他们的生死 即如这个皇后也都是 他不是单单顾他自己的事情 如果当日这个皇后 他闭口不说话的时候 他也不能够被神来重用 是搭救了当日以色列人的生命 所以我们今天希望以这几句的说话 成为我们人生的座标 各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 也要顾及别人的荣誉 神的指问他们的事情 顾及到耶稣基督的皇国 神的荣誉 你愿意吗 我们一起祈祷 主下 我们感谢你 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 可以更加体验到人生的成败和喜乐 原来不单是为我们自己个人的利益而做的 主下 我们真是愿意在你的面前信服 在你的疑虑 在你的仆导 主下 求你教导我们如何谦卑侍奉你 我们有生之年 求你帮助我们 不要单单顾及我们自己的事情 尋求我们自己的利益 主下 求你帮助我们 顾及到其他人 特别我们是弟兄姊妹 自己家里面的信徒之间 他们的生死和他们的问题 也成为我们自己关心的对象 我们关心的事情 主下 求你教导我们 在世界里面真是为你作光 做一个忠心的福音 主 求你纪念 求你随听 圣传我们的心意 将荣耀重赚归分给你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